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 很多弟子也写信来问过 甚至也有人亲自问 他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子呢? 他也就是讲说他这个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有这个欲望 这个欲是好像人体里面本身有的 这一种欲望 那么一直呢 他本身是一个行者 一个修行人 他知道要降低自己的欲望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给他降低 以前我在说法当中 曾经讲过 这个要用转移的方法 好像去看山啊 看水啊 把自己的体力啊 这个欲望啊 这个放在山水 就是一种转化的一种作用 或者这是看这个修养的书 你走向心灵精神方面 看修养的书 看修养的书 经常看这个圣哲修养方面的书 使自己的这个心灵啊 能够崇高 看山看水啊 出去旅行啊 可以讲起来啊 对自己的心灵啊 也是有帮助 那么你在修行当中啊 好像一个行者 在修行当中 你专注于佛的庄严 过清净的生活 那么十一住行啊 非常的简朴 不产生啊 让他没有这个机会啊 产生这一种啊 欲望 再不行 你就住在深山里面 看到的就是啊 这个山林啊 看到的就是虚空 这也是可以好像是说 让自己的修养啊 达于这个上层 这个品格啊 会清高 那么在密教里面 这边还有一个法 这个法 可以讲起来啊 这是比较特殊的 他观啊 观这个昼日 观这个轰字 红色的这个轰字 那么在密轮 在密轮的地方啊 观红色的轰字 很强烈的 然后转成轰火 转成火 就来烧自己的前身 从这个烧到脚 那么烧到济轮 到心轮 到喉轮 到眉心轮 到眉心轮 整个身体全部在佛里面 这个燃烧啊 这个燃烧啊 也有一个好处 这个轰火 由密轮产生 那么燃烧自己的前身 把自己啊 观成像白骨一样的 前身呢 一点血弱都没有了 就变成白骨 这个时候啊 是一种清净的一种思念 这一种念呢 把自己观成白骨 这个意佛 意念的佛 它就消除掉 佛其实啊 也是烦烧一切业障 跟烦烧一切的 你身体的这个 啊 杂念 也可以烦烧自己本身的欲望 这都是有帮助的 然后这个火上升上来以后呢 你燃烧的够了 在观想这个眉心轮这里 千叶莲花这里啊 有汉字 汉 也是一点一个千 一横 一个勾勾下来 从这个勾勾的地方啊 有汉字啊 化为干露水 滴下 溶解了千叶莲花的这个干露滴下 滴下来以后呢 就等于流布前身 这干露水啊 流布前身 全身 全身变成清凉的水 全身变成清凉的水 依照祖师们的说法 你做这个密轮 哄日佛的观想 在千叶莲花 汉字啊 汉字的滴干露水的观想 你全身 你全身就会获得清凉 这个义佛就会消失掉 这个义佛就会消失掉 义佛的这些佛 他就会消失掉 这个是 我今天呢 讲的 另外以前我讲灼火法 那个灼火本身身上来啊 触动千叶莲花 这个汉字 滴干露啊 其实这个情形是一样的 你只能够修到灼火成就了 那么也能够容这个汉字了 你自己身体就会得到清凉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想啊 红色的这个 红字 白色的汉字 二者互相交融的现象 让你身体得到清凉 我以前也教过大家 你假如认为啊 实在欲望很高 啊 这个义佛燃烧 怎么办呢 修行人啊 要经常观想 自己的头顶上啊 有一个符 有一个符 那么这个符啊 是冰符 结冰的符 在头顶上有一个冰符 那么冰符啊 会溶解 那个冰溶解 那个清凉的水啊 从你的这个顶峭 进入你的身体里面 你全身得到清凉 要做这样子的观想 所以这个以水啊 一般来讲 这个佛 当然用水来克 用水来克 先由佛上升 燃烧自己 变成骨螺 再由千叶莲花 汉日 滴这个清凉水 清凉的甘露 这个片前身 这个是密教啊 很特殊的这个修行 这个勉强压制这个义佛 勉强用压制的方法 去压制义佛 以前啊 这个师父也讲的 这个就是大石头压草 是压得住没有错 勉强压制压的 但是这个大石头一移开呢 这个草还是在涨 并没有真正能够啊 把这个欲望啊 能够清除掉 真正能够清除的 应该是清凉的甘露下降 那么把全身的这个 杂念 异佛通通都消除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一样的观想啊 你这个毛细孔张开啊 很多的这黑烟啊 从毛细孔 这个走掉 这个就是代表你的杂念啊 意念啊 从这个你的身体里面呢 给它走掉 这个这个法在密教里面呢 都是非常殊胜的 我们修行人要懂的 红色的厚日观 跟白色的汉日观 然后恶者交融 这个杂念跟欲望啊 从毛细孔化为黑烟 这样走掉 这个时候啊 你自己全身就会很清凉 很清凉 这个都是最好的方法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在谈行者的观念 那上一回呢 是谈这个欲 欲望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欲望 就是钱 我们讲money 我们讲money 一个真正的清净的行者 我上次跟这个 在达兰沙拉跟达赖喇嘛谈 他说外显生文像 内做菩萨行 外外面呢是生文 生文就是出家人的这个像 出家人的像 内有内密菩萨的修行 也可以讲啊是 外面呢就是 身文啊就是很清净很清高的出家的修行 内密菩萨行 就是你内在啊像一个花菩提心的大菩萨 而且是秘密的法在修行 这是达赖喇嘛本身讲的 那么生文像啊在表面上 他是这样子 食、衣、住、行都很简单的 都很简单的 不能过于享受的 古代的行者跟现在的行者是一样的 虽然释迦牟尼佛本身呢 他认为太苦的修行不好 但是过于享受其实也不好 所以应该要做的真正的忠道 灭带自己不好 你太过于放逸的享受也不行 所以行者修行啊要合乎于忠道 佛陀的意思是这样子 身文的修行啊十一住行都有 但是都是很简单很朴素 对于心前的观念啊 对于心前的观念啊 修行人最好不要去触及 所以以前我的师父啊 这个了名和尚我下山的时候 特别交代一件事情 你以后做种种的法物 让人方便一切随意 就好 这是了名和尚本身的交代 就是说一切让人家随意 也就是有钱的人也可以来做法物 做参加你的法会 没有钱的人 没有钱也可以报名参加你的法会 没有关系 一毛钱都不收 归于你 一样的 随意 没有钱也可以归于 所以我们讲起来 没有钱 你也可以按光明灯 没有钱 你也可以按太岁 实在是没有钱 你也可以按祖先排位 通通都可以 没有所谓不可以的 只是一毛钱都没有 也通通都可以 这就是了名和尚本身交代我 我今天的精神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对金钱的观念 对财的观念 我们出家人 亲近的行者 就是要服务众生 不求什么回报 那么人家假如愿意很乐意的供养你 是可以的 至于你供养的这种钱财 我们称为静财就是清净的 静知 静知就是清净的钱财 那么清净的钱财做什么用呢 做菩提事业用 便不是哪来你自己享受的 不是的 你只要享受了这些钱 多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这个大家要了解 大家要了解对金钱上的观念 寺庙是共有的 寺庙是共有的 绝不是个人的 那么这个是修行的地方 修行的地方 应该给大众修行 这个都是菩提事业 那么行善我们是做的是白业 有的是善业 行善 祭贫 旧困 办邪校 做法务 这个都是菩提事业 钱是用来做这个的 所以你有了钱 你必须要做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行则 对钱的观念 那么千万不要减入这个金钱上的纠纷 金钱上的纠纷 对于减入金钱上的纠纷 会影响这个你修行人本身的轻易 轻易 所以以前两名和尚他交代的 他说你一生当中行事 通通不要给人家规定钱 通通不要 不管做什么法务 通通不要 那人家发心的 那个是净之 你要求人家的 就不是清净的资粮 就不是清净的资粮 所以关注于现在社会 很多佛教的团体都是规定钱的 只有儒孙真这里 你从来没有规定钱 所以你说你要 你要按这个祖先排位 因为人只给一块钱的 不要紧 没有钱也可以 所以 因为我们是服务嘛 你服务众生嘛 回馈众生嘛 你为什么还要跟人家规定钱呢 光明灯啊 太岁啊 法事啊 做什么 也通通都随意 这个就是钱的观念 人家随意给了 这个钱也不能随意发 也不能随意发 还是要做菩提事业的钱 而我们中派穷 没有关系 这个穷的有骨气 穷的光荣啊 我们没有钱没有关系啊 我们不一定要盖很大的寺 庙啊 所以有他的精神就好 有他的精意就好 有他的圣意就好 我们真正呢 想是在我们修行 在这一世当中啊 在沙坡世界啊 你说你什么可以得到的 根本是无所得 你以为人家盖很大的庙 就算得到了吗 其实也是无所得啊 在佛眼当中啊 这整个地球是伊丽莎啊 哪里有什么这个很大的庙啊 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 生命也是在轮回之中啊 要有这种观念 生命都是在轮回 一切物质的东西啊 成柱坏空 都是在轮回的 所以拥有你真正的道 一道合一 就是真正的法财 真正的法 真正的法财 在这里啊 所以不要怕别人的宗派啊 很有钱 我们的宗派很穷 这个不用怕的 因为有道啊 就是真正最富有的 你没有道 再有钱 那个也是一种空 所以我们不要去啊 以法物去赚钱 而是要真正的把道弘扬于全世界 不是要盖庙啊 啊 不是说那个 那个去专门去争那个财 绝对不要啊 啊 我认为这是行责 对金钱的这个观念 那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讲这个 藏密的这个座床大典 因为有这个地址啊 写信啊 来问 啊 什么是 座床大典 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就拿一个这个例子来讲 啊 这一次我到这个尼泊尔 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号 那么在这个尼泊尔一个白教 一个试验 这个 Kyama列切寺 由这个Kachin仁波切啊 主持了一个座床的这个典礼 依照藏密来讲啊 这个座床大典 就是一个认定 一个认定 你身座 身座 座床 那个典礼啊 就是一个开始 就认定你 从那个时刻开始 你就是一个人波切 就是一个人波切的一个认定 一般来讲 他这个人波切啊 是经过去寻找出来 那么由 这个等于是一个长老啊 或者是说 比较大的这个喇嘛 去认定 认定你是人波切以后呢 在一个选择一个好的日子里面 给你 举办一个座床的大典 从座床大典 一个仪式啊 就是一种认定的这个仪式 是这样子的 那么那个仪式啊 当然是有仪轨啊 他有这个仪轨 一般来讲起来是这个样子 先招请 这个仪波切啊 这个上了这个床以后 就坐下来 坐了以后呢 有一个仪轨 先招请 招请什么呢 这个仪波切本身啊 他是哪一个佛来转世 哪一个菩萨来转世 或者是哪一个祖师来转世 他是再来人 再来度众生的 一个诸骨 诸骨也就是佛佛的意思 仪波切也是佛佛的意思 呼吐克吐也是佛佛的意思 那么这个仪波切是哪一个祖师来转世的 那么就要招请那个 先用招请文招请那一个祖师 在虚空之中 在虚空之中 那么仪波切啊 这时候要解手印 要解手印啊 像师尊啊 就是右手持 所法印 这个左手 这个持连印 那么先解手印 要用三段法身 就是要观想 观想这个祖师啊 或者佛菩萨啊 进到这个仁波切的身上 进到仁波切的身上 这个时候啊 就象征啊 有一个象征 就是说 这个时候就象征 二则合一 就祖师啊 跟这个仁波切啊 本身就合一了 仁波切就是代表祖师 或者代表佛 代表菩萨 这个时候就称为佛佛 意思就是再来人 那么 这个卡钦啊 卡钦仁波切啊 那个时候啊 他就拿了一只 一个哈达 哈达 然后绑着一个佛 啊 绑着一个佛 绑着一个佛呢 拿给这个 拿给我 那么我必须要 拿着这个佛像以后 先触顶 啊 先触顶 然后放在胸前 啊 放在胸前 那大家知道了 这个意思啊 就是等于佛我合一 佛我合一 就是你的前世 跟你的现在 是合一的 这个合一啊 他本身有象征的意义 这个就是沟通了你的前世 跟你的现在 那么你现在呢 就是一个红华的这个仁波切 就是要将来要出气红华的仁波切 这个就是一种认可的这个仁波切 这个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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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我合一的一种观想 那么有主持的这个仁波切 给你一尊主师 那么你放在胸前 这个意义非常的清楚 那个这个时候啊 再来啊就是要齐请仁波切加持 周围有很多的金刚上师啊 法师啊 还有很多的信众在围着看这个典礼 这个时候要请这个仁波切加持文 请仁波切加持要唱诵 要念经啊 要祝福啊 就是做这些仪式 那做完这些仪式呢 就是要供养 要供养 所有的人啊 对于这个再来人仁波切 啊 他本身的这个代表 他是等于好像是说观世音菩萨转世 他现在就是观世音菩萨 是阿弥陀佛转世 他现在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转世 他就是中科巴 阿弥陀佛 这个时候你要面对的中科巴 给中科巴供养 阿弥陀佛 面对着观世音菩萨 给观世音菩萨 佛萨供养 就是 拿最珍贵的东西去供养 阿弥陀佛转 阿弥陀佛转 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大家一起供养 那麽祈求这个仁波切加持 就是都在这个时候 那再来呢 就是回向 回向 把这个仁波切等于献身 献身给 也不算完全献身 他本身来就是要度众生的 就是要弘法的 就是要弘法利生的 那这个时候 完全就是 请佛常住 请这个仁波切 永不入涅槃 永远身体健康阿 那麽永远去做度众生的工作 请佛注释 请佛转法轮 这个时候大众都要请佛转法轮 希望仁波切 能够把这个真实的佛法跟真理 永远弘扬在这个世界上 那这个就是一种回向 然后要回向 请佛注释 请佛转法轮 请仁波切 转法轮 请仁波切注释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座床大典 升座 然后招勤 那麽献供 这个供有时候 他们也是加上了这个 拿佛像给你就代表身体 拿经典给你就代表口 拿舌利子给你就代表意 就是身口意 等于是佛的 身体 佛的口 佛的意念 全部给这个仁波切 这个仁波切 一刹那之间 他就是合一的 就是一个佛的再来人 就叫做佛佛 这就是一个认可的这个仁波切的这个仁波切的这个仁波切 跟所有信众的面前 举行这个深床 座床的大典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讲这个上师啊 跟弟子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在密教里面啊 经常提到这个根本上师 跟弟子 弟子 对根本上师 这个是双方面 不过这个 可以讲起来啊 必须要互相有很深的一种联系 联系就是上师啊 根本上师跟弟子之间呢 必须要有很深的一种联系 那也谈到彼此之间呢 的观察 观察 不是很随便的在密教里面呢 应该讲起来 是上师跟弟子本身 要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当中的观察 有五个要点 五个要点 其实啊 上师对弟子有五个要点 弟子对上师 一样有五个要点 那么 根据密教里面所说的 这五个要点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这个弟子本身啊 要相貌 五官很端正 五官很端正 修行 修行人 五官很端正 这个是代表他 好像是他的过气势本身呢 所得来的一些功德 五官很端正 五官很端正 密教弟子啊 他有规定是五官很端正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 这个师傅观察弟子 也要看他的这个五官 也要看五官的 第二个 这个弟子本身很精进 这是一个重点 不但有出发心 还要有长眼心 能够长眼的精进 最重要 不管如何 你很 很精进的修习佛法 这个是一个重点 不能当三宝和尚 我听说我们这个 僧团里面有所谓的三宝和尚 是吃饱 睡饱 跟晚宝 这叫三宝和尚 三宝是很珍贵 是佛法生 怎么可以讲三宝和尚 所以三宝和尚就是不精进的 这种弟子 没有用的 这个精进最重要 所以第二点是精进 要长眼心的精进 第三个 要花菩提心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成到四圣界 唯一的就剩一个菩提心 就剩一个菩提心 你花心不正 你所修的 绝对是歪的 是斜的 你菩提心花的正 花大菩提心 不管如何 你依照菩提心这样子 正菩提心 这样子来 一定有成就的 所以一定要发菩提心 第四个 对根本上升要有很坚定的信心 这一点 这一点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有很多人 有时候斜一斜 他一下子又斜这个 一下子斜那个 一下子归这个 一下子归那个 他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目标 他始终 他始终 不能够好像是说去领会 不能够深入 对上师 根本上是没有坚固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最后一点呢 是你能不能 完全深入 上师所教授你的这个秘法 这也是一个重点 你本身来讲 虽然你很精进 那么你也相貌也很好 你也花了菩提心 你也很有信心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领会这个秘法 所以你不能承受这个秘法的这个单子 你这样就不能完全得到真实的传承 你一个有真实有传承的弟子 一定要祭备这五样 这五样 对自己的根本上师有信心 有坚定的信心 你也能够深入上师所教授你的秘法 而且更秘密的法 你都能够领会 你真正能够啊 啊 花菩提心去利益天下众生 完全是为天下众生的 花大菩提心 你也能够精进 并没有说这个心啊 放逸 也没有偷懒 那么你的相貌会越来越庄严了 因为你修习佛法 啊 既我所知道的 既我所知的 你全是有修行 你的相貌就不一样 你心是什么样子的心啊 完全显露在你的脸上 会完全在脸上出来的 前世的业障也是在脸上 显现出来的 当初啊 这个 宗哥八 他也有一个感叹啊 他到年纪大的时候有一个感叹 他感叹说 户法的人在哪里 就是要把法托付的人在哪里 他找不到托付的人 当初的时候啊 班禅在 在 班禅在的 但是 他看到班禅 没有说什么 结果班禅啊 去领了一个弟子出来 一个新规的弟子出来 这个弟子就是达赖 就是达赖 达赖那时候的相貌啊 第一任可以讲第一任达赖 相貌非常的好 第一任的达赖相貌非常的好 宗哥八 一看啊 这个才是我的真正的心智 心智啊 就是能够接触到上师啊 根本上师心的心智 所以这里面啊 很多法位的 一看他面孔 这个才是 他挑了达赖 所以以后才有这个 啊 前仗后仗啊 前仗归达赖 后仗归班禅 那么达赖本身的这个地位啊 又高于这个班禅 这个原因 其实 在两个弟子当中 班禅是先 达赖是后 但是达赖本身来讲起来 他的相貌 就是前世的修行当中 他显露出他本身的光彩 那仗归班就特别把这个法 啊 把这个佛法 付给了这个达赖 就是达赖喇嘛 啊 这里面是很有这个意味 你相貌啊 很庄严 啊 相貌 五官啊 很端正 很庄严 象征着你的过气是 你本身的行为 你的修行 你的功德 都象征了 就在脸上 所以他里面啊 虽然他这个选择当中啊 有所谓的这个相貌的问题 五官一定要端正啊 这个 而另外还讲 这个讲话的声音很重要的 讲话声还要很洪亮 在密教里面啊 所谓有阴鸣 阴鸣就是声音 专门讲声音的 你这个要 红大火法 你声音一定要洪亮的 表示你自己本身的这种力 啊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呢 来讲 观察上师 一般来讲起来啊 在密教里面啊 他上师收地址要观察 那么 弟子啊 归一这个上师 也一样要观察 这样子才算是这个公平 算起来才算是公平 也就是说你要归一一个上师的时候啊 你要先观察他 那么一个真正的上师啊 在这个藏密里面也讲了 有 武德 好 具备了武德的上师 才是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 那他是这武德啊 也就是讲说这个上师啊 他是很五官端正 啊 专严 啊 很专严 五官端正 这是第一个 啊 第一个条件 那么第二个 具备了密教的真正的传承 这个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这个传承的问题 那么他确实是有密教的传承 这是第二个 第三呢 这个上师啊 有慈悲心 你要了解上师啊 那看这个上师本身有没有慈悲心 他有慈悲心 这是具德的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 他精通啊 所有的经论 精通所有密教的啊 共法跟不共法 密法精通 这是第四个条件 第五个 他的借力啊 很亲近 借力很亲近 这个是五个这个具德的这个上师 所以你观察啊 依照这五个来看 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啊 你用这五个条件去看 你看准了以后呢 你才去归这个啊 这个五具德的啊 金刚上师 你才可以去跟他学法 那这个是弟子看上师 那么我跟大家谈啊 这个传承的问题 传承啊 分为啊 这个 共传承 跟不共传承 共传承是什么样子叫做共传承 好像这个我们真佛中的共传承 你归了真佛中 你就有了共同的传承 然后这个共传承啊 就是从大日如来 佛眼佛母 莲花同子 莲生佛佛 这个你归了真佛中 一定这个就是共传承 这个就是属于共传承 那么什么是不共传承呢 像了名和尚 了名和尚 像这个十六四大宝法丸 喀玛巴 撒迦真空上师 图登达吉上师 这个四个上师啊 交下来的传承啊 就是真佛中本身的不共传承 跟别的宗派不一样的 你说别的宗派也有可能有共传承 他们也是从大日如来那里来 这个就是属于共的 不共的就是特别生活中不同的 像了名和尚啊 洪教的传承 十六四大宝法丸 喀玛巴白教的传承 撒迦真空上师 花教的传承 图登达吉上师 黄教的传承 这个根本就是不共的 这个就是传承 当弟子的要看 要看 要观察 白教也有白教的这个共传承 跟不共传承 什么叫做白教的共传承 你说这个祖师啊 岩死佛 传 五方佛 传给五方佛 那么五方佛 传金刚萨斗 就金刚词 金刚词 传地落八 这个就是共传承 白教的共传承 那你其他宗派就没有 再来呢 这个传承啊 可以这样子讲 很多的四教啊 密宗四教都有共传承 都是这样子的 岩死佛 传金刚种词 传五方佛 这个传金刚萨斗 这个都是大家共传承 可以讲都是大家共传承 但是从地落八开始呢 地落八 那落八 马尔八 密洛日八 钢波八 第四大宝法王 这个传承就属于白教的了 那就是不共 传承有共有不共 那我们的真佛中啊 也有这样子的传承 到十六师大宝 从第一师大宝到 十六师大宝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真佛中也有白教的传承 这个就属于 不共的传承 共传承都是一样的 原始佛啊 原始佛传五方佛 五方佛传金刚萨斗 金刚种词 金刚种词在传 这个以后就是不共传承 那么正佛中的共传承 可以讲大日如来 佛眼佛母 那么连发同志 然后连僧佛佛 以后呢 就是分成四个教 四教的传承 全部在正佛中 所以你在认的时候啊 你要看看 切实有没有传承 像这个 师尊 人家讲说 连僧佛佛 可以这样子讲呢 现在就 你们可以公开讲 他有没有这个佛佛的传承 有没有仁波切的传承 这个就可以讲 你现在可以这样子 怎么讲 以前卡路仁波切 他是认可师尊 认可 认定师尊 卡庆仁波切 给师尊本身 座床 就是仁波切 本身的座床典礼 甘丹帝巴法王 给师尊的法王的法袍 法王的法袍 甚至于给我 他用过的 这个处 那就是 所有的法宝 那个就是代表传承 他一来的话 就是讲 我把传承交给你 他就是把这些东西 全部交给你 这个就是传承 那么你看 一切 一切人波切 一切人波切 坐床 认可 这个法王的法袍都有 这个就是具备的传承 那么你说金刚上师 撒迦真空上师 给师尊灌顶为金刚阿世雷 这个就是金刚阿世雷 你的上师灌顶的一个传承力 就在这里 撒迦真空上师给师尊金刚上师的灌顶 就是阿世雷灌顶 这个就是传承 那你要认 你要认 你这个上师 有没有真正的传承 或者你是中间里面冒出来的 突然间冒出来 你没有传承 你说有 你东斜西斜斜了半天 也没有人给你认可 你也没有坐床 你也没有说这个 好像是说法王 给你这个法王的袍 跟他所有的传承的东西 而问题就是在这里 所以你知道了 你确实知道了 这个传承是怎么样子来的 有天上的 有人间的 这个就是真正的传承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再来讲 这个弟子看上师 如何去观察 他第一个条件 这个当金刚上师的 当佛佛的 他是有条件的 他们在选择这个仁波切的时候 你看这个西藏的仁波切 在选择当中 在认可仁波切当中 他也有他本身的条件 第一个 他必须要 五官很端正 什么是五官很端正 反正长眉毛的地方 你不要长眼睛 鼻子你也要很正 你不能鼻子歪歪的 这个口 男生也不能长个樱桃小口 男生本身来讲 这口就是要大 大口 张开来 一口就可以吞了海水 要吞这个五大洲 四大海水 四大海五大洲 你都要吞的 当一个法王 他本身就有一种法王的那一种气度 他本身的流量就是很宏大的 你去看 你去观察 你的金刚上师的时候 你不能找一个金刚上师 是驾姑的 是驼背 驾姑 至少他坐起来 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 睡有睡相 行走的时候 有行走的相 开示说法 声音很洪亮 他不能老是这样子 KKKKKK 这样子的 至少他本身 他有这个修内法 要有气 要有气 要有功夫的 要禅定 要有功夫 内在有功夫 外在也要有功夫的 所以外跟内要配合的 是要合一的 这就是当弟子观察你自己的师父 你怎么样子去看 当一个仁波切 他本身看了 观察的 仁波切的眼睛是怎么样子 要有佛眼 要慈悲眼 他的眉毛是佛的眉毛 他的耳朵要有佛珠 不能很单薄的 相貌也不能很单薄的 没有福分的样子 很丰厚的一个相 有一个丰厚的一种相产生出来 五官端正 还要庄严 那么他这个 他的身体里面还有暗记的 这个手掌上还有 还有如意 还有如意 还有罗 还有罗 手掌上有这些东西的 都要看得出来 手掌上有握着什么东西 你要看得出来 你能够洪华的 要有法雷 那么他现金刚像的时候 要有虎皮斑 下半身要有虎皮斑 这是找一个佛佛要找他的暗记的 要有耳朱 要有蛇蜊子 要摸得出来 一摸 有蛇蜊子 这个是天生的 这是佛佛的一些像 我不是讲说这个样子 所以他这个五官端正 庄严 包含了这个 仁波切的种种的像在里面 所以既得的这个金刚上师 必须要具备着 一定要庄严 一定要庄严 五官很端正 具备着仁波切的种种的像 甚至于具备着种种的佛像 那传承 有真正的传承 我已经讲过了这个 共传承跟不共传承 共传承跟不共传承 慈悲 有慈悲心 单单讲传承好了 传承你确实 一个仁波切 一个金刚上师 你有 你有这个金刚上师给你灌点 根本上师给你灌点为金刚上师 阿世雷灌点 才是真正的金刚上师 那么仁波切 有认可 有座庄 就是仁波切 再来呢 你是一个法王 那么法王本身 必须要认可你当法王 有法王的法袍给你 这个卢师尊通通记住 通通都有的 大家亲眼看到的 通通记住了 有座庄 有认可 有法王袍 有所有的传承 有金刚上师的灌点 阿世雷灌点 这个全部都要记住 那么这个就是有真正传承 还要慈悲 你观察自己的上师 要看 他本身有没有慈悲 他会不会无缘无故 花大脾气 有原因花脾气可以 但是花脾气好像都是有原因的 不过你要看 你要观察就是说 不随便花脾气 慈悲众生 慈悲你就是慈悲 你这种慈悲 就是说你自然流露出来 很慈悲众生的这一种心 你观察可以看得出来 有慈悲心才是一个真正的上师 他表示他花菩提心 没有慈悲心的这一种上师 不要起亲近 忠然他修法修得再好 他本身也是一个魔 所以一定要花菩提心 有慈悲心的 这个才是一个 既得的 既得的金刚上师 他精通密法 经论 很多经 很多论 他都知道 这个可以听 他开示里面 你可以 听得出来 你这个师父 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料 没有料的 他没有办法开示 没有料 一出口就不对了 一讲话就是尿论 讲的都是尿论 不正当的佛理 不正确的佛理 一看就可以看出来的 所有我们讲说 这个行家一伸手 便知有没有 你是行家 你听 他讲一遍 你就知道了 这个有没有料 讲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法味 有没有确实的功夫 所以当弟子的观察上师 你就听他说 开示 一听 就知道有没有东西 他确实有内修 他讲出来的东西 不一样的 是可觉 是深入的 是有味道的 你可以分辨出来 所以这个 真正的金刚上师 精通经论 那么精通密法 这个才是的 借力清净 这个第五个 他本身守记力 守借力 守法 佛法 这个佛陀传下来的 这些借力 他本身也很清净 过清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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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晓得了 他没有贪 成之 不会贪 财 你贪财的 贪钱的 不是金正的金刚上师 财物本来就是 哪来做菩提事业的 你这个不做菩提事业 你贪 那个钱财 这个就不是真正的 随便乱发脾气 这个就是成 你有理由的 或者是教育地址的 可以 可以发脾气 但是你有理由 是在对地址 做一种教育的 是可以的 那么你因为有知会 你当然就不是成 这样子的上师 当然是清净的 金刚上师 オマネーペーミーミーホーム 谢谢大家